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更好地监督 管理和激励旗下的员工 让他们在工作中释放自己最大的潜力 但我们有的不止这些 Vimi Go还有其他三个高级功能 分别为Vimi Bank Vimi Roadmap和Vimi Check-in Vimi Bank是一款虚拟电子钱包 它能够让员工直观看见自己真正获得的奖励 而Vimi Roadmap会让职业规划变得像打游戏一样有趣 借此激励员工的工作动力 至于Vimi Check-in 它的功能就是让你能随时随地 用任何设备打卡上班 居家工作就是那么简单 这些功能听起来都是不是特别新奇呢 相信我有了它 你公司的表现一定更上一层楼 现在就让我带你一起轻身地去体验 这些功能如何帮助你的公司 跟我来吧 我们都知道让员工清楚了解 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工作上集中精神 而且爆发出更高的工作效率 有了Vimi Go 你可以为员工设立每个月的工作目标 并且产品每达成一个目标 所能获得的奖励积分 员工们通过累计奖励积分来兑换奖励 就像和打游戏闯关一样有趣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通过Vimi Go的评价系统 给每个员工的表现进行具有价值的反馈 帮助他们成长 小芬 我跟你讲 你上个月的表现太厉害了 80分 你慢慢享受你的这一个累积到的奖励吧 谢谢经理 恭喜恭喜 继续加油 大伟 我可以讲 你这一个月好像只是拿到30分 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经理 下个月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没关系 我相信你做得到的 加油 嘿大姐 怎么了 老板好 你看 这一个是你这一个月的目标 达到了50分 你的奖励不错了 谢谢老板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再接再厉 下一个月 Double它 这个奖励会更高 好的 我会尽我所能 做得最好 加油 嗨 嗨 哈哈哈哈 VIMI Class可以帮助你创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绩效排名系统 员工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评估自己的表现 并为自己设下向获取的奖励目标 有了VIMI Class 你可以将你团队里的员工表现分为三个等级 A、B、C等级 并为每一个等级设定不一样的奖励 举个例子 你可以将一些超大奖励 比如购房津贴、购车津贴、电脑津贴 或者旅游奖励 分配给表现达到A等级的员工 至于B等级的员工 则可以被分配到一些小一点的奖励 比如电脑津贴、旅游奖励等其他普通的奖励品 而对C等级的员工 你可以给他们发放一些基础的奖励 比如并假或年假 最重要的是以上我所说的 都可以根据你的个人意愿进行修改和设计 接下来我想为你介绍的是第三个核心功能 Vimi Sales 你是否也有员工在公司里停职不前 没有动力 让公司的业绩创下更好的表现呢? Vimi Sales让你轻松地去管制一套多层次的绩效奖励系统 从而推动员工们的工作动力 有了Vimi Sales 你也可以自由地去调整员工们的奖励标准 那么也可以更好的去推动员工的业务表现 假设我们有一套双层绩效奖励系统 分为M1和M2 如果一个业务员的销售业绩达到了10万令吉 他可以获得1%的佣金 如果达到13万令吉的业绩 则能获得2%的佣金 通过传统的公式演算 如果他达到了12万令吉的业绩 按理来说 他可以获得1200令吉的佣金 但如果我们使用的是Vimi Go公式进行演算 我们可以将业绩12万令吉的佣金 限定在1000令吉上 如果他想获得更多佣金 他就必须达到下一个美标 也就是13万令吉 业务员随意就能拿到更多的佣金奖励 这将让他止步雨前 没有动力创下更高的业绩目标 业务员通过Vimi Sales追踪自己的奖励 这能够激励他为了获得更多佣金 而达成更多的业绩 这样你就可以控制每一个月的佣金成本 也可以鼓励业务员创下更高的业绩 获得更高的佣金 当然和之前的功能一样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随时更换Vimi Go的运算方式 接下来给你介绍的Vimi Team 它主打的就是团队建设的功能 让所有来自不同部门的团员 都可以达到更好的成绩 那Vimi Team会鼓励团员们 和其他辅助部门的团队相应配合 达到更好的效果 迈向同一个目标 达到了目标的时候 奖励就和所有的团队里面的人 一起共享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Vimi Team还有其他的工作管理APP 有什么分别 在传统的团队佣金奖励制度下 当一个团队达成了业绩目标 所有的奖励都将被评分给团队里每一个人 但这对其他贡献更多的员工而言 是不公平的 他们不应该和其他做的比较少的队员 获得一样的奖励 因此Vimi Team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有了Vimi Team 你可以直接看到团队里每个人的任务完成情况 如果某个人还没达成最低的任务目标 那他的奖励将会被没收 或者被评分给其他完成目标的队员 这有助于你创造一个更公平更高效的企业文化 只有真正值得被奖励的员工才能得到奖励 这些奖励会不会转入Vimi Go的虚拟电子钱包 Vimi Bank 并且在固定的时间才可以提出 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内容 Vimi Bank是一款非常特别的电子虚拟钱包系统 它不仅能够透明地呈现员工的奖励金额 还能通过它特别的机制 替你留住好员工提高留职率 在这个系统里 你可以把发放给员工的奖励 一分为二 即六个月和十二个月 当你的员工工作了至少六个月 他们将获得一部分的奖励 那第二部分的奖励 则会等到他们完成了十二个月的工作后 才会被发放 在这样的机制下 Vimi Bank能够帮助你 打消员工提早离职的想法 那公司的留职率也会顺应提高 说到员工的留职嘛 其中有些让员工要留在公司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这里 看到自己成长的空间 还有升职的前景 Vimi Roadmap 让员工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职业规划路线图 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因此每个员工都能一步步在公司里成长起来 从小白菜鸟 资深前辈 到经历 最终甚至可能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 Jack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在这家公司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只要你肯努力工作 我们就会帮助你在事业上的成长 让你创作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老板 我一定应该赢虑的 Vimi Roadmap 不但可以帮你留住员工 而且也可以帮你找到最合适的继承人 在未来给他们安排更多领导型的任务 把他们培养起来 最后我们有Vimi Check-in 告别那些员工一大早就必须赶到公司打卡 却还没完成任何一点工作的日子吧 有了Vimi Check-in 你的员工只需要通过手机GPS定位和拍照 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打卡上班 这让你的员工能更灵活地运用自己的时间 你也可以实时监控员工居家上班的工作进度 或者在疫情期间给他们安排更具弹性的工作任务 老板 是时候Check-in了 知道 忘了 谢谢 现在 你终于明白为什么Vimi Go 会是马来西亚发展的最快的绩效奖励系统了吧 这是因为Vimi Go 拥有公司需要的各种功能 让你创造一个更公平 更高效的工作环境 而且也可以为你守住你的好员工 Hey Thank you 今天就为你的公司做出最精明的选择吧